观众老爷欢迎你 感谢你来我这里 观众老爷欢迎你 等风等雨等着你 包装少女 在线解说的 我是灵脚 有人唱个要钱 柯南唱个要命 今天我们来感受一下柯南的死亡个生 到最后小学组在书店看树 柯南东张西网 还被挨上来一个我脸沙 才好遇到了来书店买餐考书的高中组 这时本堂婴幼已经回到校园生活 她之前为了追踪自家姐姐来到地蛋糕中 也就是CIA派进组织的卧底 一是以女主持人身份活跃的水无连耐 确认姐姐身份后 她被FBI表扶起来 到现在才能在外出走动 从书店出来 艾像和柯南发现有人在跟踪他们 初步推测是监视顺带保护 本堂婴幼的FBI坦言 接着小兰提出 加婴幼回来了 那我们去庆祝一下吧 最后灵雪就被柯南美妙的歌声感动得那是一个 呃 柯游戏 而刚刚跟踪他们的神秘男子也追到了KTV里 还接着拉了东西的理由 让服务员在柯南他们离开后控制他 这是上完厕所回来的婴幼 一副丢了魂的样子 准备回家的时候 门外传来了一声尖叫声 KTV的服务员发现跟踪他炮该了 柯南 你唱歌真的要命啊 哎哟 回想起之前英幼说的话和神情 他讨厌被束缚的感觉 难道 是英幼杀了这个疑似FBI的人 警方调查得出 死者是因为头部遭受多次顿器重击而死 并且从他身上找到的胶片相机送去洗照片 根据服务员的说法 在死者之后就只有 俱肉男 蓝春一和一位老爷爷来过 并且和俱肉男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猛男 不过因为感冒暂时不太能说话 这时小男发现 英幼脸掉崩坏了 赶紧表示一波关筋 在原则逼问下 英幼老实交代 因为刚刚上次赎回来 无意中看到了 那两个俱肉男在见完 不如其来的扫 让在场的人闪到了腰啊 俱肉男一听 哎呀 这对小猛孩来说是不是太刺激了 刚目警官释出他的小手手 啊不 主要是你们两个大男人 目目警官立马表示 我 我还是能理解的 结果包箱里的猛男奋怒地喊了一句 我是女的耶 不管怎么样 丁佑的嫌疑暂时减轻了 就是柯南的粗坛子来烦了 还不是你脸红个泡泡茶壶啊你啊 从天空上来看 服务员从拐角消失在柯南到现场 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而现场的血都要干了 这样一来他就不可能是凶手 但目前凶器一直都没找到 一排查之后 却发现没有任何可以被当作凶器的东西 这时相机里的胶片洗出来了 全都是原子的照片 咦咦 难道是变态跟踪狂啊 并且照片里的中心全都是原子 而不是营养 原子手撞的照片意外掉到了蓝衬衫的脚上 柯南捡起照片后发现了不对劲 反正对在旁人唧里挂啦乱扯一通的时候 柯南又看出了真相 仗着主学官还着柯南胆子 真是越来越大 原才没硬他就开始不安了 好巧不巧 反正原子倒在了他面前 在柯南的推理中 凶器就是硬币 而且是10块钱的内容 将一定数量的硬币放在一起 就能当作顿器杀人 而且还能在事后利用自动贩卖机 完美的处理掉 这些硬币被放进了 人人都会使用的必需品里 也就是Buds 而凶手就是蓝衬衣 柯南在剪照片的时候 发现之前 很松的鞋子变得很膨胀 产失了怀疑 只要检查一下硬币上的血迹和指纹 就能证明啦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被钱砸死啊 既然凶手找到了 那就该说出你的故事环节 其实这个死者就是一名绑架犯 他在一年前绑架过蓝衬衣的儿子 选择相信警察的蓝衬衣 自然是报了警 于是歹徒就怀恨在心 残忍地将蓝衬衣 只有4岁的儿子杀害了 但当年因为证据不足 没能起诉 原因就是找不到凶器 所以蓝衬衣用了这样难以找到凶器的方式来报仇 按键结束之后 克兰借口去买书先溜了 应有马上跟上 应有告诉克兰 他决定去美国加入CIA 满腔热血 然后装上了座子 嗯 还说自己对小蓝一见钟情强跟他表白 就是不知道心意怎么想的 敢怎么想 当然打死你了 哎对了 用心意的电话吧 可以帮我问问吗 安安可不可以跟小蓝表白啊 就在应有沉迷对未来安排的时候 克兰低沉的说了一句 他没打哟 哎呦 我不是问你啦 我说心意的意见啦 哎呦 这眼神这一句帅 哎等等 你就这么自豹身份啊 结果这个音乐就是个千层米 套路一层接一层 他从一开始就怀疑克兰就是心意 次第终于得到了证实 好了 那今天就用个小蓝楼 喜欢这个视频的小蓝 他们记得点赞 屏幕小关注零酒哦 上水有相逢 我们下期再会啦 拜拜 拜拜